下面我再说一下摩斯软件的坐标调节 首先我们打开软件 排一个方丈的模板 排好模板以后 我们插好数据线 电源线 把客装机打开 打开了以后 机械头自动复位 到左上角 然后我们点一下雕刻输出 点了以后 机械头会自动动一下 我们会发现会动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调一下坐标 怎么调 我们第一步先 看一下机械头 我们调机械头在什么位置 现在机械头在 基本上动了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调坐标软件是调到什么位置呢 是调到这个位置 是调到这个位置 机械头 下面打出来的光点 打在这个位置 打在这个位置 我们随便先找一个章 把这个家具撑开它 这个家具 先把这个家具撑开它 撑开它 撑开它以后 我们调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先这样 软件上有一个不长 我们能看到现在 不长是0.5 不长可以改 有0.5 有1 有2 我们先改成1 我们改成1 1的话 1的意思就是说 1毫米 改成1以后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 这个缩小版的小名章 点一下 用手机械点一下 点了以后 我们那个电脑上 那个上下键盘上 都有那上下左右的箭头 我们通过上下键盘 左右的箭头 来控制激光头的移动位置 我们第一步 就是说 现在这个激光头的位置 靠那个圆点 靠上 靠上的话 我们点下边的箭头 我们会发现激光头往下移 我们点一下试一下 看到了吧 会往下移 它移动 没点一下 它移动一下 移动的幅度是1毫米 就是我们刚才填的那个不长1毫米 点一下移动1毫米 点一下移动1毫米 我们点几下 我们每点一下 要停顿一下 不要连续的点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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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以后 我们现在按一下 按一下激光测试 看一下激光点 看看有没有激光点 打到什么位置 现在激光点看不到 看不到的话 我们再往下点 点 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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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按一下激光测试 看一下 看到激光点了 因为激光点打在这个铝架上了 我们就能看到了 现在还靠上 我们接着点 往下来 下 下 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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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离那个圆点的位置 平行的方向差不多了 我们再点一下 好了 再点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平行的位置差不多了 但是它现在靠左 靠左的话 我们往右来调 往右调的话 我们按右边的这个箭头 我们会发现激光中 会往右移 移的幅度也是一毫米 我们再按一下激光测试 看到了吧 现在离那个圆点越来越近了 我们再按 再按一下 按两下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的话 一毫米的幅度就比较都比较大了 我们可以改成0.5 再点一下这个小名字 点了以后 我们按一下 我们按一下激光测试 按一下激光测试 再微调一下 现在往左来一点 现在就打到这个夹角的位置了 现在这个坐标军安定好了 打到这个角的位置 激光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